关于对乐家的认识,相信大家普遍都是从《非诚勿扰》这个节目开始的,节目中他与孟非这两个增量增量的光头,带给了大家非常多的欢乐,也正是这个节目为乐家打开了知名度,后来乐家离开了《非诚勿扰》,大家也对他是非常的不舍, 乐家有两个女儿,小女儿名字特别好听,叫林儿,长得也非常秀气,白白净净的,颜值很OK,扎个长辫子肯定更好看,有时候感觉短发的林儿有点像上江七号里的徐娇,我们都知道徐娇是个女孩子,但是在电影里,却饰演的是周星驰的儿子,逐渐乐家也是把自己的女儿给带得越来越像一个男孩儿了, 更让人大跌眼睛的是,乐家竟然要把女儿送去少林寺,8月13日,乐家晒出了两张林儿的近照,并说道,想了很久,终于决定送孩子去少林学习,愿他出来是患然一心,照片中的林儿缠着一张苹果脸,皮肤已经被杀黑好多, 但是依然能看得出通红,肯定是微热的,冲前变像个喷泉似的,发型十分可爱,这也是唯一一个能看出来这是女孩儿的线索,林儿蹲马步,小拳头向前挥,眼神犀利,表情坚毅,真是有模有样,打坐的时候,林儿也很能沉得住气, 尽管额头上大颗大颗的汗珠不断的流下,他依然坚持不动,坚持心境自然凉,这些还只是在少林寺里其中的一部分,肯定还有更多的画面没有晒出来,乐家趁着,要能强身健体,网友评论趁,看上你这么个爹真是倒了八辈子没了,算是说出了很多人想要说的话,乐家幽默的回复,说少了,十八辈子打底, 还有粉丝比较关心的是林儿准备学多久,关于这点乐家还是比较尊重林儿的意愿的,表示看他自己喜欢,乐家还趁自己也想找个地方出家了,乐家之前还带着林儿徒步沙漠,估计这尊词不齐的头发,都是乐家自己剪的吧,而且还天天在炼日下暴晒,一点都没有小公主的样子了,林儿每天要跟着大人们走二十公里的路, 而且期间因为裤子散热性不好,双腿都长了很多的红枕,但是林儿丝毫没有抱怨过什么,只是把白白冷冷的林儿给晒黑了,而且变得像个男孩子真的好吗,也难怪网友会感慨林儿弹上这样一个爹,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,但是林儿自己可不这么觉得,乐家说,以后不带你去沙漠了, 林儿忙问为什么,乐家转达了粉丝们的话,人家说我对你不好,对你太狠了,林儿继续问为什么,人家是谁,好天真好可爱,乐家说人家就是知道我带你去沙漠的好多人呗, 林儿好机智,爸爸,那你认识人家吗,乐家,那么多人,我怎么认识的,林儿说,你不认识,我们为什么要听他们的呢,我还要去沙漠,我就是要去,就是要去,乐家也是很搞笑了,那你自己去吧, 结果林儿边哭边撒娇,还要带着家里的两条狗去,求,求和小刀内心OF,嗯,我说我要去了吗,脑搏一下这画面,感觉还蛮有爱的,后来,乐家又带着女儿去了无人的雨林,真是太勇敢了,心疼妇女,两风餐露宿,不过林儿好像乐在其中, 林儿今年五岁,这几年却经历着和同龄人完全不一样的生活,对她的性格影响肯定也会很大,虽然不知道,她将来会长成什么样,但可以确定的是她的内心一定会无比强大, DM的脸则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